凯特王妃,每一次现身都会引起巨大的骚动 前几天的温王比赛也一样 但是凯特出现的原因除了是因为太过于热爱网球之外呢 还因为是要完成女儿萨洛特公主的心愿 在凯特露面之前,人们一直在猜测 温王会不会成为她日程表上一项重要的行程 就是在不久之后,凯特的亮相果然验证了人们的猜测 但是此次现身是别有含义 并非只是支持网球赛这么简单 凯特曾向知情人士透露 在经过这次的生死劫难之后 他更想让自己的孩子无忧无虑地度过每一个有趣的夏天 就算是自己病魔缠身 那凯特还是希望孩子们不会受到他的病情影响 他和威廉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快乐且无忧地度过童年的时光 这也是威廉带着乔治和夏洛特去看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的原因 他们希望能用娱乐的活动分散这个孩子们的注意力 癌症治疗的确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他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同时他希望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是丰富而多彩的 并不仅限于巴尔摩勒尔庄园 熟知英国王室传统的人都知道 每年的暑假 伊丽莎白二世都会到巴尔摩勒尔庄园避暑 从现在开始 威廉和凯特会更加认真地考虑孩子们的所需 所以他们的暑假不会仅限于巴尔摩勒尔庄园 众所周知的是在凯特被诊断出癌症之后 威廉一家五口 便在诺福克的安博厅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或许那段时间对孩子们来说就是人生的至暗时刻 为了能让孩子们走出阴影 威廉夫妇也是颇费苦心 巴尔摩勒尔庄园对英国王室来说 那就是家庭时光的代名词 大部分英国王室成员就会在那度过大部分的夏季 但是今年不同往日 无论是凯特还是孩子们 他们都需要寻找宣泄压力的出口 因而他正在循序渐进地处理这件事 英国王室作家英格利德向太阳报透露 面对夏洛特他会有愧疚感 因为太长时间没有陪伴女儿 在治疗过后 他的身体极其的脆弱以及疲惫 那时候自己处于卧床不起这种情况 所以他就没有精力去照顾自己的孩子 在思考再三之后 他才想着即便是拖着皮带的身体 也要完成女儿的心愿 而夏洛特的这个愿望 就是让妈妈陪着他一起观看网球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凯特王妃和夏洛特公主母女穿搭 也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夏洛特公主特地选择了妈妈最爱的原点连衣裙现身 而凯特则是紫色连衣裙露面 她胸前的蝴蝶结与夏洛特的头饰相互呼应 这次是夏洛特第二次和妈妈一起观看温网赛事 在比赛开始之前 凯特还特地带着女儿和运动员交流 当年第一次见到阿尔凯拉兹的夏洛特 还会害羞地躲在哥哥乔治王子的身后 看着阿尔凯拉兹现在长大的夏洛特 则安静地站在妈妈的旁边 专心地看着妈妈与阿尔凯拉兹互动 可能对于凯特来说 这段时间是非常难熬的时期 好在他的身边还有贴心的孩子 陪他渡过难关 如果这世界有人珍惜你 信任你 在乎你 尊重你 那那一定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假若说爱情的最高境界是双向奔赴 那么母与女之间的爱也必然如此